炸灰 炸灰如果有釣的 當然現在品質一定很好 你炸灰沒有釣 因為乾旱嘛 所以一直跟第二 水灰 第三 水灰 甚至跟第四 水灰才有釣的 所以這個我們也看出來了 那個口水外型 外觀我們也看得出來 所以那裡就比較清 那如果有那個比較濃的就是 炸灰 所以那裡水灰當然 品質一定很好 我們覺得是那個 我們講的節氣上的影響 它更免疫氣候 也是不順 造成會影響水果的生長